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们来做蛋黄酥 考虑到好多朋友不喜欢猪油或者是黄油 所以我们今天用素油来做 首先我们来做水油皮 中筋面粉135克 加入45克玉米油 稍微混合一下 倒入65克开水 用开水烫面 面团比较柔软 也可以减少后期醒发的时间 甚至不用醒发可以连续操作 面团揉至光滑就可以了 用保鲜膜包起来放置一边 我们就可以进行其他的操作 然后来做酥皮 100克低筋面粉 加入45克玉米油 下手把油和面和成面团就可以 和好的酥皮面团同样用保鲜膜包好 防止风干 水油皮不用揉面 直接分成12等份 每一份都滚圆 放在一边 用保鲜膜盖好 防止风干 同样的把酥皮也分成12等份 分别揉圆 放在一边 同样用保鲜膜盖好 按顺序从第一个油皮开始 拿一个油皮按扁 然后包入一份酥皮 用虎口向上推水油皮 慢慢的把酥皮包在里面 封口一定要封好免得破酥 按着顺序码好 每做好一个都要用保鲜膜盖好 全部包好后就可以卷了 先取第一个包好的皮 按扁 轻柔的擀成牛舌状 注意从中间向上下擀 不要来回擀 擀好后 从下向上卷起来 然后封口向上按扁 同样用擀面杖 从中心向上下两边擀 力度要轻柔 擀成一个长条状 然后从下向上卷起来 同样按照顺序码放一边 用保鲜膜盖好 如果环境干燥 可以夹盖湿的餐巾布 全部卷好后 我们来处理蛋黄 为了去腥可以把蛋黄放在烤盘上 喷一层白酒 150度烤6-8分钟 烤到刚刚出油就好 豆沙馅300克分成12等份 每一份豆搓圆 取一份豆沙馅按扁 包入一个蛋黄 用虎口向上推的方法 把封口合好 然后滚圆 12个蛋黄都照样包好 下注好后 面团也饧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 取一个包好的酥皮 像这样向中间折一下 然后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圆片 放入一个蛋黄馅 像这样先反过来 往下推 然后翻上来 同样用虎口向上推 最后把封口封好 封严实 然后稍微整一下 整的稍微高一点 这样烤出来就不会太塌 全部做好后 在表面刷一层蛋黄 不需要刷全部 刷到半中间就可以了 稍微晾一会儿再刷第二遍 这样烤出来的颜色比较好看 然后在中心位置点上点黑芝麻 用擀面杖头避免撒的到处都是 185度烤25分钟 中间注意观察 如果上色满意 可以加盖一个锡纸继续烤 具体时间根据你家烤箱的情况 左勤增减 时间到出炉了 出炉的蛋黄酥移至架子上放凉 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皮很酥的 要轻拿轻放 我们来切一个看看 素油版的蛋黄酥 皮儿也一样的酥的吊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击视频 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